欸 這裡很大耶 這樣一碗它其實有豆干有菜有個肉 喔 你看 裡面還有肉汁耶 我覺得它這次的香蕉味比較重 然後這間它不是用糖水 是用果糖 它是用白砂糖 它那個醬應該是自己做的 所以比較割 然後它這邊的醬汁啊 就屬於肉湯的那種類型 欸 它的鴨腿有一種很特殊的味道 不過老實說它的鴨腿 稍微有點偏瘦 所以它的骨頭會比較多一點 咕哩咕哩 咕哩咕哩 咕哩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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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哩 咕哩咕 咕哩咕哩 咕哩 咕哩 大家好 我是建議主持人來此為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這間 這幾間呢 那也是呢 我偶爾也會在金華路出現的 其中呢 有一間是我覺得 非常非常幸福的一間 因為呢這間店呢 長期都在做公益的活動 然後也有待用場 所以呢 我們沒有錢 但我們可以用我們稍微一間店的影響力 支持他們 如果你們今天不知道吃什麼 也可以支持一下這些公益店家 好啦 廢話不多說 就跟著我們的腳步 去看看這間店好不好吃吧 Let's go 欸這個很大耶 這樣一碗其實有豆干有菜有個肉 然後老闆有說 看來就算了 肉稍微大塊一點 真實上不是這樣 就要看運氣 拿一個蛋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碰吧 好不好吃 喔 你看看 我本來以為它那個油會很膩 不太會 它不是屬於那種入口即化的類型 而且還有一點點口感 有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有時候看它粉專在 拍起來不好吃的感覺 嗯 可以 來吃一下它的豬排 你看 裡面還有肉汁耶 我還記得我們之前去拍一間那個 公後間然後搬家一間咖哩飯 它的藍帶豬排 就如我的文章寫的這樣 沒有我想像中的好吃 而且它用的不是像這樣子 會牽絲的起司 它是用那種很廉價的 它根本連起司都不是 就是那種起司風味的起司醬 好吃 這支撻它的咖哩 咖哩 咖哩呢 是屬於辣派的 還是一口一點點這樣 有層次感的 這樣 兜手耶 嗯 它白飯煮得不錯耶 咖哩我覺得有點偏日式的感覺 就是不是那種 有那種辛辣度 這就是那種 小孩子會喜歡的咖哩味道 然後它剛才就在鞋進國小的對面 可以 好吃 再喝它它的濃湯 喔 欸我們放了一陣子 它還很濃很燙 我剛才看到 然後這邊如果你有點套餐啊 還可以加15元就有一個玻璃瓶的可樂或是絕皮啦 好啦我們來試喝看看 我覺得它這次的香蕉味比較重 然後這間當然它不是用糖水不是用果糖 它是用白砂糖 所以我就有加一點點的 喝起來還不錯 難怪是這個粉絲朋友 和食的記憶 好啦 那我們去下一節吧 Go 他們應該是忘記我的蚵仔煎 乾到爽吃吃看 它那個醬應該是自己做的 所以比較割 整體它邊邊煎得滿焦香 蚵仔看起來是新鮮的啦 因為它聲音不錯 所以不太擔心 它本身的那個新鮮度 看蚵仔這邊 價格就可以對了 這間呢也是非常經典的老店 也是在金華路上面啊 會很多人吃 那也很多人知道 這間店我記得好像也有100年的歷史了 來吃一下 然後它這邊的醬汁啊 就屬於辣湯的那種類型 肉感很足 它的肉超級多 然後吃那種軟軟糊糊的 只不過已經可惜了 就是它現在 蛋糰就會稍微少了一點 那有人喜歡配肉羹 但我自己呢 喜歡配它的味噌湯 它的味噌湯啊 是屬於那種很濃很濃的味噌湯 而且是標準台南甜 就覺得來這邊哇 你真的來到台南的感覺 好吃 但是這間呢 就是非常良質 不太假它是最好吃的肉粽 但呢它絕對是 陪伴著很多老台南人的 宵夜場的肉粽 我跟妳講 我剛才發現一個Bug 就是妳可以只點白飯 然後再加它們的輕鴨腿 就等了70 比某一間態度超不好 的好太多了 我跟妳講不要去 直接講了啦 我跟妳講 不要去吃凍結 在這邊態度好 然後又不用等太久 然後又可以有內用 有嫩氣 這樣子如果 照我這樣配的話 才70塊 多爽啊 咯噔噔 欸它的鴨腿有一種 很特殊的味道 不過老實說 它的鴨腿 稍微有點偏瘦 所以它的骨頭會比較多一點 這間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態度很好 很熱情 吃著它的飯 嗯 飯也煮得很好吃 我喜歡 然後我叫了一個 中和下水湯 然後你內用湯都可以吃 無限序的 吃一下它的鴨腸 嗯 喔 餅頭好好吃喔 餅頭好好吃 再見 他們冬粉應該會很好吃 因為它裡面有加那個當菜 好啊 那我們金華路的美食呢 就告一段落了 那雙品豬排的部分呢 也請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他們呢 也會推出一些很奇怪的餐點 我這時候也沒有拍特餐呢 是因為我拍了之後 怕你們去的時候 它就沒有了 所以我就點了他們常態型的方法 那他們偶爾會推出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大家去看它很爽的地方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覺得也是蠻推薦的 大家可以去回味一下老台男人 他們自己在金華路所吃到的一些 從小就開始吃到的兒子雞 好 希望你隨便按讚訂閱加分享 大家記得按讚 再見掰 今天帶你來這間 安平的蘇雅SPA 這間也是我長期來非常非常推薦的 然後他們現在開了第二間店 在安平魚人碼頭附近 也在安平的丹丹漢堡對面喔 旁邊就非常的好停車 好 跟著我們的腳步來看這間 第一次體驗啊 第二小時499元 服務品質很好 又不強迫推銷的SPA店 新環境如何吧 Let's go 陳怡貞議員歡迎 歡迎我們的議員 遠利臨到活動現場了 歡迎您 必須招請到呢 來到我們活動現場的是 我們的台南市議員 周麗晴議員 歡迎 稍後呢 我們就要來進行今天的開幕儀式 3 2 1 請用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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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邊這很豐富欸 如果萬一讓他們客滿的時候 你還可以去單單漢堡再吃一下 有沒有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光景點 然後這邊離魚人碼頭也非常的近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環境吧 然後他們新的地方啊 是有腳底按摩可以按的 然後也有私人的包廂 然後今天的餐點啊 聽說是甜蜜點準備的 我們也預祝呢 我們蘇亞SPA呢 可以順利的開幕 然後呢 他們也有加盟的資訊 也可以私訊他們了解看看 好啦 如果還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按鈴鐺 掰掰